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换发型堪比整容,看到效果之后,网友,又修正了。 杨子相对比起当年家有儿女的时期,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最大的呈现就在于发型上, 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杨子的脸,几乎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但是在杨子走红之后,等放行之后就固定在了其刘海上, 然而最近杨子换发型也是为了拍摄新的广告照片, 谁知道看到了照片之后,居然有网友吐槽杨子换发型像整容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照片里面的杨子头发也拉成了垂直状态, 把刘海分成了四六分之后, 也让杨子的五官和侧面的线条显得非常高级。 但可能是因为收涂过于严重, 竟然让杨子的脸显得有点失真, 差点有网友以为杨子的脸又去修正了。 在这组广告照, 里面杨子搭配的衣服, 几乎都是浅色系的, 为了突出产品, 首饰也只用了简单的耳定。 杨子这次拍摄广告的照片, 里面几乎都是四六分的刘海发型, 搭配一条白色的蕾丝短裙圆领的设计, 也让杨子的脖子看起来非常修长。 杨子的身材虽然一直被人吐槽,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有着让人羡慕的天鹅景, 颜色粉嫩一点的口红也让杨子整个人看起来元气满满的。 从照片里面也完全难以猜测杨子的年纪, 看来这个发型也挺适合杨子的。 杨子的长相其实除了辨识度高, 也并没有很多其他的优点, 现在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他的眼睛和嘴唇了, 所以现在杨子的妆容都是侧重于眼妆以及唇妆口红颜色的选择。 只要搭配对了就能显得的非常简零, 现在杨子极尖的短发更能够增加他的少女感, 这也是现在杨子的很多角色定位都偏向于少女的原因之一, 通过打扮给予别人很年轻又深刻的印象。 真的是时尚小猴子本人了。 杨子之所以一直是刘海的发型, 主要是因为杨子的额头确实有着比较明显的缺陷。 失去刘海会让明姿的脸型看起来没有现在这么高级, 所以现在杨子出席活动都会选择其刘海加上盘发的发型。 前几天像省班长典礼的样子就穿了一件水蓝色的一字肩长裙, 紫色的蓬松裙摆上面还有很多白色的羽毛设计, 这些羽毛也增添了这条裙子的飘逸感。 上半部分的箱钻以及绑带设计更是使这条裙子年轻化了许多, 最后搭配上一样颜色的花朵形状耳环, 整一套搭配也非常完整。 对比起以前杨子的品味也进步了许多, 搭配这样淡雅的长裙, 就配上复古红色的口红。 远看整个人的气场也很到位, 在这身裙子上的颜色搭配, 以及细节处理上杨子都做得非常好, 你们觉得就是杨子的这套裙子怎么样呢? 杨子房车里开演唱会。 穿夹克斗腿表情拿捏到位, 同事都笑出猪叫声。 对于女生来说, 这个季节最大的问题不是穿什么风格的衣品, 而是在衣品的选择上, 既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又不能太过于闷热, 避免穿衣出现不舒适, 因为气温摇摆不定, 容易着凉, 所以款式的选择非常重要。 夹克在秋冬季节还是很受欢迎的, 款式厚度适中, 完全能够满足女性的穿衣需求。 杨子在演技这一块, 完全得到大家公认的, 但是在穿衣时尚感这一块, 这位90后小花多少, 有点不尽如人意, 每次上班, 或者私服总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济世感, 不过认真扮起来的杨子也是非常好看的, 酷酷的外形, 长相又很甜美, 堪称90后小花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穿搭小知识, 夹克外套。 优点, 休闲随性, 戴着酷帅感。 外套在秋冬季节里是穿衣必备单品, 很多女性是拿它当作保暖, 来预含的, 可是随着潮流的发展, 设计师在对于夹克这种秋冬单品的设计上, 也是融入了很多时尚元素, 不仅仅只是用来保暖那么简单, 当然款式的选择永远是第一位, 喜欢修身还是宽松, 结合自身。 这次杨子在房车里还原了KTV式的唱歌场景, 只见这位小花身着一件素颜配色的夹克外套, 款式简单, 不过穿在小身版的女神身上, 显得格外年轻漂亮, 戴着酷帅感, 配上这唱歌的姿势, 真是绝了。 穿搭小知识, 短款版型, 优点, 显身材, 更加有气质。 外套好不好看, 版型是非常重要的, 相对于小个子女性来讲, 版型最好是简短为主, 这样的好处一来可以通过衣品搭配, 展现出更加完美的身材比, 其次能够提升个人魅力, 不像宽松版型, 体积增大, 毫无吸睛之处。 杨子的这件夹克外套, 采用的就是修身短款版型, 一下子将姐姐的小身板完全呈现出来了, 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 美中不足就是色彩太过于素雅, 没有别的时尚元素点缀, 有点简单。 穿搭小知识, 直筒裤。 优点, 简洁利落, 塞衣显身材。 夹克这种单品因为款式的独特, 在下装的搭配上看似丰富, 其实大多数选择还是以裤装为主, 尤其是直筒裤这种, 简洁利落的款式跟夹克无论是风格上, 还是时尚展现上都是完美的, 最主要裤装还能通过塞衣, 美化身材, 提升精气神。 这下装的选择上, 杨子确实也选择了一条直筒的休闲裤, 同时上衣内搭利用塞衣, 让整个造型没有一丝丝的拖沓感, 踩着马丁靴, 腰细腿长, 好看得很, 在房车里又唱又跳, 还抖腿, 表情拿捏得很到位, 像是开演唱会。 穿搭小知识, 装发点缀。 优点, 丰富造型, 提升看点。 女性穿衣扮, 不单单只有衣品那么简单, 有太多因素决定, 像装发就是女性穿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用它来点缀造型, 丰富造型, 就是在选择的过程中不要过于繁琐, 以免喧宾夺主, 点到为止即可, 同时尽可能符合衣品造型。 细节这一块, 杨子还算可以的, 这次房车里开唱, 也只不过是简单的梳理一下, 标志性的空气刘海短发, 佩戴发夹, 只不过随着唱跳, 发夹都快掉下来了, 非常的可爱, 同事都笑出猪叫声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